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均属主席令予以公布 通过关于十三季全国人大代表明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等 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坐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习近平向韩国当选总统制贺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目侧忌 永远在路上 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 今天是我国第四十四个直数节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告形式 我国全年完成造林种草超过六百六十六万公顶 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生物武器问题 美俄激烈消费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研发拥有或使用生化武器 伊核协议维也纳会谈暂停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三十五千车 谢谢大家